我們先請老師來用幾個Google表彈功能 您往下走看到我們這個教材 第一個就是讓同學直接繳交檔案 繳交作業也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極測極頻 應該老師現在有很多練習 除了可能有教科書的廠商的機會外 老師也可以自己出 那他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這個可以極測極頻 測驗完了他馬上知道什麼 結果 你可以給他一些回饋 再來 老師有沒有常常 要出去玩要選地點很頭痛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對不對 這個也可以 因為你可以自己設定 設定好 拿一個比例 我們投票完馬上統計協會輸 再來就是 報名 最近 像最近那個 學校 我們學校社團應該也開始了 有沒有某些社團很熱門 對不對 會不會秒殺 像最近那個 瑞城國小是用那個 線上的那個 化名系統 他們就是 開放一個時間 然後進去 所以 如果你們有 比較熱門的 你們有早一點 就搶不到 那我們 如果說 你有這種需求 Google表面也可以做到 比如說 額滿 然後這個選項 這個社團可能只有 十個人 那十個人以後 這個選項就自動去除了 他就選不到了 所以 老師先試看看這四個功能 好不好 給您幾分鐘試一下 我們等一下 稍微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在Google裡面應該要怎麼用